您好 我是柳英秀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新闻头条 带你来关心 首先带你快速来浏览北美各地的要点新闻 纽约时代广场下水道爆炸 民众慌忙逃避 纽约时代广场附近周日已因下水道积累过多一氧化碳发生爆炸 现场传出巨响 在现场围观表演的民众随机撕散狂奔 事件中无人受伤 纽约市消防局调查后表示 消防人员发现爆炸地点附近的一氧化碳浓度升高 随后立刻展开排气作业 大陆封城控制疫情引发需求疑虑 国际油价跌于5% 国际油价今天下跌超过5% 市场交易员表示 国际油价主要受到中国封城控制疫情引发需求疑虑 以及欧洲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的可能性滑降等因素的影响 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一度跌至煤桶92.93美元 伦敦布伦特原油则跌至97.57美元 邮差被攻击 邮局停止Santa Monica一街区邮递服务 USPS表示 自1月份以来又多名邮差在Santa Monica的14街遭到一名住户的攻击和威胁 而该名攻击者一直没有被逮捕 现在邮局决定停止在该地区的邮递服务 居民需要到7街的邮局领取他们的邮件 包裹则不受影响 买呱呱乐被撞按错键 加州一妇女意外中千万大奖 一名妇女在洛县Tazena的一家Wonks超市 准备在彩券自动贩卖机挑选呱呱乐时 被一名粗鲁的陌生人撞到 让原本只买低下彩券的她不小心按刀面额价值30元的呱呱乐 但这张呱呱乐让她刮中了1000万美元的大奖 加州彩券局说 这是最奇怪的方式赢得千万大奖 中定中望 这里报道